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是第一天 但是也到了零最后了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的topic的主题是非常特殊的 我们仍然是说shipping method cluster 但是我们用的技术是docker的技术 所以大家会有一些误情 但是后面我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我首先介绍一下 我本身是 其实我也是在社区里面一直活跃的开发者 我是docker的Messus 早期我就很在里面 就是contribution 然后我也是北京Messus Group的organizer 然后我们也组织了很多场的会 然后我们发现Messus的用户 在北京地区越来越少 在北京地区越来越少 KemaS的客户 我说KemaS的爱好者 或Docker的爱好者越来越多 那么我因为是从15年的1月1号 开始创业做容器 但是我们做的方向是Messus这款Docker 所以大家如果 如果你关注从15年开始 然后你会看到Messus主流的方向 在考虑的问题 大部分都是说 不管是Unified Contender 这种方向都是跟容器相关 所以我觉得有一个现象 就是说到底Messus这个东西 它是在什么位置 大家应该要怎么去用 对吧 那我今天是想它给回答出来 然后我们公司最近也做了两个东西 第一个东西呢 就是说是基于Docker的最新的编判工具 SwarmKit 这个如果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Docker公司它做过两个 一个是Swarm 后面就是把Swarm集成到它的Docker里边了 但是它加了一些编判 加了一些调度 它是完全就是 如果你要是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了解Messus的特性 其实它就是考给了一些 这些Messus的特性进去了 然后后来呢 我们就做了一个叫Swarm 这个Swarm是 我们的目标很简单 就是我们用了很长时间的 差不多两年时间的 到现在 我们用两年多时间的这个Messus 我们觉得作为Messus社区的用户 我要发出一点声音 我觉得我要说一个No 就是Messus真的不好用 是这样 所以我们做了一个调度 调度器 所以我们是热爱Messus 但我们作为用户 我们希望很多给中国的开发者 中国的用户知道Messus社区 会有一些声音 会有一些想法 所以是这样 介绍完了 那我们是一间创业公司 是中国的一个创业公司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就是在我们中国开发者的眼里面 Messus这个东西到底是个什么状况 我们能折腾 我们知道Messus这个技术很好 但是Messus技术的最重要一点就是 你首先要搭吧 搭建这个Messus cluster 对吧 但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有没有去数过Messus的config 就是它到底有多少个项 我大概数了一下 Master 还有Agent 120项 非常非常地复杂 那这个复杂性在哪呢 就是说 如果你不知道 你不会配 如果你知道 你就配一两个就行了 但是仍然你要优化 你要根据你的产品 要多优化 你非常的痛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网络是非常复杂的 并不是像国外一样 你有Amazon 你一点就出来一个 在中国你有OpenStack环境 你有很多你想要的环境 你怎么去解决你的网络问题 解决你的监控问题 解决你的cluster的管理问题 Messus Unified Resource Management 但是非常复杂 对吧 所以这也是引出了我的想法 就是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管 怎么去分发这个好的软件 对吧 我认为 容器的出现 告诉我们一个方向 就是 最少容器 是有这个能力去解决这个问题的 第二个情况 如果 如果你去 Messphere 用Decos 它的这个开源软件非常好 但是你 当你去install的时候 你会发现 对于中国用户来说 没有一项是可以用的 当然我不是说Decos的东西不好 而是说 在中国 在China region 你想安装Decos Unailable 这种Unailable 是说 你看不到一项中国人用的OS 中国人用的最多的环境 可能是3度OS 但是大量的优化 都在Ubuntu 在Amazon 在各种各样的东西上面 有人说 诶 我看到的 RankBrain 这不就是单机版的开发者可以随便用 但是它的下载可是十几季 一个十几季的一个package 在中国的环境里面 你要下好几天的 虽然我们的网络很发烂 对吧 但是仍然是一个很突破的地方 对吧 我下过 下完以后 对于老外来说 或者对于国外来说 下完这个镜像 我觉得就OK了 它是个单机版的 我就可以把它 起到我的Decos起起来了 我把我的Messos起来 很方便 但是当你去 真的去下完以后 你会发现 它要做初始化 它要做一个 Bullstraping 要把Messos的那个 Cluster 然后Sleeve 再下一遍 基本上你完不了 你根本就完不了 这就是现状 所以我们在中国推广Messos 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我们老说 Messos很好啊 必须用啊 它不会用 它只会用Docker Docker是什么 Docker Run 一条命令就解决了问题 为什么Messos拖不到 我问过Messos的一些社区的人 社区的人说很简单 对吧 你用那个Messos的Repo 然后你用YamInstall 就能装完了 对吧 但是这样的操作 对于开发者来说 对于我们的New User来说 我觉得是非常难的 它们是 其实是社区里面最重要的一些用户 是非常难的 所以我们在Messos康里面 我们看到很多的专家 但我们永远看不到一些新手 这个问题太难了 但我今天想告诉他 没关系 我们用Docker的技术 仍然可以解决他的问题 Messos仍然一样很酷 我们是个创业公司 所以我很能折腾 所以我就把这些能想到的 安装Messos cluster 这件事便利了一遍 我觉得第一件事 那就是说 我要去用Ansible 我要检查环境 我去装这个软件的时候 我用Ansible就可以解决 所以我可以推进 我的Messos cluster 非常方便的给部署起来 不管在开发环境 生产环境 还是stage环境 我都能装 对吧 都能装完 我要解决的就几件事 第一件事是 NTPD的同步问题 第二件事就是 Zookeeper的配置问题 Zookeeper的配置 它是 你要启动你的 Replicated模式的话 你是要手工要先配好的 然后再下去才行 对吧 Ansible可以做到 这个没问题 我们写下标本 然后Sleeve的参数 你要配对 其实真正的用户 它在配Sleeve的这块 它是没有技巧的 基本上都是压名 Sleeve 然后就用Messpied 那一套Record就解决了 但是因为 我觉得就是 Messpied社区 在中国这块的断层在于 就是 他们很少有资源 去学习这个 所以也希望 就在座的人 能去听完我这个讲座 会用我的这种方式 教会你的同事 或者教会你的朋友 说 没关系 Messpied应该是很方便的 只要一条命令就能解决 对吧 所以 那为什么在中国这个地方 我们说 用容器的方式去解决这个问题 也是非常痛的呢 问题在哪 问题在于 即使是业界最领先的 国内 业内最领先的 IDC 或者说 ICE厂商 他们仍然对容器技术 不是特别了解 或者说 他们并不care容器 所以这些 是我们Messpied 这个社区 真正关心的用户 底下 给大家会看到 这是业内 Top1的这个 国内的ICE厂商 它的网站 对吧 它里面提供了 一条container service 的服务 它告诉你 因为 Docker的emager下不了 所以你要加一个加速器 但是大家会看到 你标红的地方 我标红的这个地方 会看到 它的配置是个过期的 你用不了 就是这样 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业界环境 所以我觉得 任何事情都是两面性 就是Messpieds社区 是需要有人去帮助的 需要大家去帮助的 对吧 这就是我想表达的一个 第一个观点 即使是最流行的Docker 如果你不care的话 一样没有人用 所以很多的Docker的开发者 他也在中国的这个 这个communicating里面 社区里面 他也遇到很多问题 那么Messpies足够复杂 它复杂在什么地方 就是它的分布是 部署的方式 但是在国内你要面临很多问题 我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 我们一般外形思维认为 我们的网络一定是平铺的 大二网 对吧 或者你局域网 但是我真正的把Messus带给客户的时候 我发现 客户的机器 是中国的客户的机器 因为我爱的客户 我也不知道 对吧 中国的客户的机器 可能甚至是一台电脑 一台高配置的电脑 一个IP网段 它是非常挑战着你的 那还有一种情况 就是 你们可能没法了解的就是 你要安装一个 reliable的 高可靠的 你不是说你Messus可靠吗 你不是高可用吗 对吧 那你要 大家都理解 对吧 你要有一个三个 对吧 你要这个一致性 你可以说很多东西 然后最后它就给你四台电脑 你怎么用 对吧 你切不了了 对吧 你不装在你的那个 物理机里面吗 你切不了了 对不对 就遇到很多challenger 那对于Messus这块 我们有没有解决办法 我觉得社区在发展 然后我去年的时候 我知道就是 我问过那个 社区的华人的开发者 提姆成 他说 你这个用法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 C group的PID 在外面 你的容器里面发现不了 你crash掉以后 你的整个东西都没有了 但我在想 这个社区在发展 容器在发展 有很多新的特性 很多东西 其实Messus整个社区的发展 非常快 他把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其实就是 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容器就没有 就这样 我们 这是我们 我们是一个创业公司 所以我们特别能折腾 这是我们去年的架构 我们就是在Messus上面 如果我不断的去想 不断的去容错 大家会看到 我会把Messus这个系统做得非常非常复杂 因为我解决的不仅仅是classic 我解决的是监控报警 这是我们真实的一张图 架构图 董堂的觉得你这个架构太烂了 不董堂的觉得好复杂 Messus的价值可能就在这儿 简直复杂的问题 但是今年我们在想 我们应该把Messus简化 我们认为Messus的kernel 这个概念还是靠谱的 有很多开发者 尤其中国的开发者 都一直在弓箭代码 所以他们需要的是什么 他们需要的是一些option 是一些观念 但是我们中国的这些开发者 为什么不去在社区里面提呢 我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 就是它其实它不太会装 不太会安装Messus cluster 这是最大的问题 但是很多人不愿意提出来 因为这东西看上去很简单 但是看上去也挺复杂的 120多项 哪个天做哪个天好呢 跟那个Kubernetes相比 Kubernetes才是真正复杂的东西 但是Kubernetes的好处在于 它的配置项少 为什么 因为 这个Messus是按照production Ready的角度去设定 Kubernetes 它是按照一个 就是我的技术是最好的 所以我先拿出一份 reference 但是没有经过生产验证的 Google内部也不用这个东西 对不对 所以这个东西很难有人去理解 但是我希望在座的人 能够听完我的讲座以后 回去告诉别人 就是说这个事很简单 对吧 就是方向不一样 但是结果也会不一样 就像我们做Messus一样 如果我想得特复杂的时候 我们把这个做得特别复杂 对吧 不够复杂 那我们 我在想 就是说我今天要跟大家讲解的事 就是我想让Messus的class 安装的这件事 变得简单一点 或者我要告诉别人 如果想让他去学会Messus应该怎么做 第一个 我觉得最好的工具 就是MiniMessus 这个工具 非常好 这个工具就是说 它是用一键的方式 然后这个架构也写得非常好 MiniMessus 然后你只要有一个Mac 把一个标本运行就起来了 对吧 对吧 我也用了 挺好的 但是有个问题 就是我们都是开发者 开发者就是比较挑剔 我们的业绩的软件的发展速度特别快 我用的正好是Mac 然后下面我装的就是Native的Mac的Docker Client 然后我装上以后就跑不了 然后我就跑上去问了一下 我是昨天问的 他昨天就把他merger了 这个社系的人挺逗的 然后它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虚拟机 它对外的端口没有打开 然后我一看 都好几个月前的这个东西了 还给你merger 我又问你怎么回事 趴机然后忘了 然后就把了merger 其实就是说 这个软件 MiniMessus的软件是一条路 但是有一个中国的问题 就是它放在Github上面 所以Github上面的https下载的东西是下不下来的 你必须要有VPN 这个就 如果没有VPN 挽住了Mannels 这是它的问题 一般老外永远发现不了这个问题 无所谓 一条命令的解决水 但是你可以友善的到他 请装一个VPN 对吧 这是第一种尝试 然后我觉得就是社区是非常可爱的 就是你要不再去催 只要你有事 你赶紧催催它 基本上是 这其实有的时候很多人觉得就是说 我没有贡献代码 那我 其实你的option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你在 你不是native的speaker的时候 或者native的英文的爱好者的时候 你就应该用你的英文 你要去交流 我觉得就是说社区是有很多这种东西是可以学到的 尤其像这样的情况 当然因为我一直在里面 我知道 就这个样子 社区就是这个 对吧 忽住 你催它 它不做也可以 你催它 它做了 一个surprise 解决你的问题了 给它买些啤酒之类之类的 就是这样 第二种方式 compose 包括compose是什么东西 就是一个yaml文件 把Messus的zoekkeeper master sleep 镜像 我都把它编排好 然后用docker-compose 空格 一起 进行上一拉 一起 我的cluster就起来了 这是第二种方式 我认为这种方式是 又进步了一点 什么叫进步了一点 就是它是一个power 它是个单级板的power 就是一起就行 没有环境依赖 没有任何的问题 也没有什么就是 不会遇到wip的问题 直接起足可以 因为中国有很多这种 内部的这个 镜像餐库 所以国内的镜像餐库也有 所以你一起去 这会得到非常好的体验 但是呢 我们在Messus 永远在说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是一个cluster 我们是个分布式系统 我们不能在单机上玩这个 对吧 我们永远不可能在单机上玩一个分布式系统 最少是一个爱好者来说 或者做一个new com 我希望它能体验到分布式的这个优势 就是说能在多在街上玩 对吧 这才是最好的体验 对吧 所以我们非常靠谱 也推荐它该用的 但是呢就是单机板的 对吧 这是我遇到的这个问题 然后接下来就重点 我介绍的这个技术不是来砸场的 也不是来说swarm多好 而是说 我希望知道就是swarm的功能 并不能替代Messus 但我认为它是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分发工具 什么叫分发好的分发工具 就是我希望它简单 最好是一个buckery Messus是做不到的 但是Docker的这个 Docker是能做的 你只要安装一个buckery 就行了 当然它现在它的buckery分了好几个 但是可以理解成是一个 它里面类欠了一个分布式的 编排Library swarm kit 而且完全超过这个 不是超过 就完全reference的 Messus这些特性放进去 你会非常熟悉 非常简单 它有三行命令 就能建一个cluster 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事 然后它是用API的方式 来去管理它的这些cluster 这个是 Messus原来是没有的 Messus现在1.0之后 你才有API的方式 但是人家早就有了 可能就几个月时间 它就有了 那我在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 我发现这个工具非常的好 然后它内部有一个reft的一致信息 它没有依赖 你不需要再装一个zokeeper 内置就有了 为什么我要用它 就是因为我只把它当成一个工具 一个通话工具 我不需要它永远是稳定的 我只需要它在有限的范围内 给我体现 所以它在给新手 给用户 在介绍这个时候 非常方便 我可以用它 帮助我 介绍Messus Class 的Web 然后 它支持负载均衡 大家要知道 你即使现在 你把Messus Sleep Agent等都装上 然后再把马拉松再装上 你仍然没有服务发现的功能 什么是服务发现 对吧 分为两层 七层 四层 你根本做不到 没有什么特别的技术 都是非常非常LOW的技术 RAW RAW技术 Typeology的技术 所以 但是没有 Messus社区里面没有 为什么没有 就是 Messus的组件是非常标准化的 它希望这些东西 可能你上层来去支持 我认为这是非常好的设计 但是Docker的设计就 就什么都往里面放 那结果就是什么 就是 它这个东西 并不是Production Ready 但是它做一个工具 非常好 可以 All-in-one 做一个开发者 最想要的工具 是什么 就是All-in-one 就什么都有 管我要不要 我全都给你加拿 我就喜欢这种东西 对吧 但是到了生产的时候 可能我就要想办法 把它给拆了 对吧 然后它内部的系统 是加密的 CI加密的 也不需要你Pair 它自动去生成 自动去授权 满足我们的需求 然后网络状态 它自己会同步 不用管 对吧 我觉得挺好 这是我的理由 然后它里面最核心的架构图 也有 其实我 我心里面想的就是说 这里面最重要的 这个结构 有Master 也有 也有Agent 这个图不是告诉你 那个SwapKate 或者Swap的架构 而是希望告诉你 就是说 跟Messus Cluster 有什么区别呢 它里面的这些技术 不用去学 都有 都是线权的 没有什么东西 对吧 这是我看到的这个地方 它最多最多就有一个什么呢 它有一个Dock Demon 那我们大家知道 就是Dock Demon 现在慢慢的被干掉 对吧 慢慢的被去掉 这不就是趋势吗 对吧 但是Docker 在走一条 它的一条路 我不知道它这条路走得通不通 但是我觉得 最少从现在来说 Kubernetes在去掉 然后都在各种区 但是Docker在走这条路 它在这个方向在走 也许过两天 它自己就把Fisher去了 因为对于这些公司来说 我可以随便换 对吧 反正我的技术是最先进的 就这样 但是你会发现 你到Messus社区里面 你会发现 它的每一功能 都是有PRD的 有Design Dock 有Review的 所以它每加一个feature 它绝不会说 过两天丢掉 然后再换一个 没有这个做法 它做的一件事 都是非常稳定的 Stable 如果有任何的 尤其参加邮件列表 我们都知道 就是它发release的时候 如果有任何的简易的话 它是不会发的 就这样 因为它会觉得concern 就是说这个DG不稳定 我们就不会发 所有东西都是要支撑 production一样的 所以我觉得Messus这个东西 好处就在这里 那 SwomKid有什么好处 就是它的人数太多了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统计过 Messus社区到底有多人 那对我来说 即使在北京地区 真实的用户 真实的开发者 不足200人 不足200人的用户 但是Cubanets社区的用户 我觉得可以超过千人 这只是举个简单的例子 那从全球来看 Swom社区 还是Cubanets社区 就是Docker社区 它是庞大的一个社区 所以它的好处在上面 就是 它的SwomKid这个工具 推出来的时候 一堆的Bug 根本就没法用 但它照样都推出来 照样很多人感兴趣 照样很多人去试 我也去试 试完以后的结果就是 什么都不能用 然后你给它提 就是Bug 打的标签是Bug 永远是Priority 1 Priority 1 这种 但是它的好处是在哪 它修得非常快 你提一个修一个 提一个修一个 它根本没有什么Design 就是你来一个就修 所以修到最后 我看了一下 我盯了一个月的 Swom的Bug 我盯了它一个月 我每天我第一件事 我打开我一个看板 把它Bug全变 就是我关心的大个都看 然后差不多有100多个大 差不多一个月之内 就全是完了 这个速度 基本上 不是一般的开源项目 能做到的 对吧 为什么 就是它的社区热度特别高 所以 就是 好消息 如果你对Swom Docker感兴趣的话 1.3以后 就真的可以 要跟Messus 打仗了 还有Production ready 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所以我今天为什么要来讲这个 就是说 如果我们不去 召会更多的人去学Messus cluster 怎么去装 可能这个社区的环境 就会越来越热烈 大家只能是说 无所谓 我有两个选择Option 因为这里的社区的左右 仍然是靠大家的一些 一些见解和想法 对吧 你要知道本质 然后 好东西永远是好东西 但 它不代表一切 它需要有人去推进 对吧 那我们的做法就是 很简单 就是 大家都可能会想到的做法 就是说我要打镜像 对吧 打完镜像 这个 这个 我用的就是Messus的SWAR模式 它是个Cluster模式来分发 那第三件事 我用DAV 用它最新的这种 这种 DSL语言我来分发 这个是 实验别去做 那我就做了一点 我觉得 哇 太棒了 非常好 然后 真的就是跟Docker一样的体验 一进步学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 但是 你们现在要体会的是说 我待会儿Demo给大家演示的时候 就给大家体验一下 Demo时间 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我这里面最重要的就是Demo时间 其他的都不是很重要 因为我们这个环境的条件的限制 我让我的同事在那儿给我去演示一下 你去帮我外面看看 我在这儿讲一下 因为咱们做这个实验 就是跟网络相关 因为我是个分布式系统 跟网络相关 然后呢 其实我都 我为了防止万一 因为我是Live版的Demo 我不是录像 我觉得 我不太会做录像 因为那个录像 我觉得不太适应 所以我是要Live版的 所以我是要Live版的 但是我让我同事 我看看 我同事能不能克服我的条件 因为我的 有很多使用习惯的不同 全屏的可能不行 把它缩小 把它缩小 别这样 别这样 拿大 拿大一点 对对对 好 好 好 对对对对 往那边移一点 把那个菜单也拿出来 把右一点 对 首先第一点 点一下那个Node Architecture Node 这个节点 点一下Node 左边 左边菜单 点一下 首先 要普及一下这个东西 就是 它跟那个 Swarm 跟那个Kit Swarm跟Methos 是一样的 就是有Methos Sleeve 所以我为了演示 我用Wingrate 起了三个容器 起了三个容器 来做这个演示 有一个是Master 然后两个是Walker 它是用另外一种术语 一个叫Manager 一个叫Worker 我有两个Worker 这个就是跟大家解释一下 那这个三个呢 他们要进行通信的话 都会要暴露一个HTTP的接口 我这里就是在 我看一下 在这儿 在这儿 会暴露一个2375的端头 这是Docker的一些特性 大家可以 不也不去看 然后 这是我们的一个 我们技术 Docker Swarm 做的这样一个 控制面板 主要是为了演示方面 其实命令行就能解决 三行命令 第一行 Docker Swarm Enit 第二行 Docker Swarm John Token 拿到一个Token 第三条命令 Docker Swarm John 然后把Token夹了 马上给它连上 非常方便 但是这个东西 我昨天晚上 它有bug 就是它连上以后 过一段时间 它那个Gossip就不同步了 然后你把机器重启一遍 然后就在逃 就是这样 就是这样的情况 但是 注意 注意 就是Messus的class 从来不会有这种情况发生 从来不会有 其实我什么都不改 我就是原生的 从来不会有这种方式发生 这是你很难想象的 除非你真的用了 天啊 Messus的东西 再用一下Zocker Swarm 你才会比较出来 是吧 当然这个根本就是 就是给大家 但是它 好处在哪 非常简单 Messus的配置有120项 然后 Swarm 没有 只有三条命令 没有 没有配置 三条命令 就是这样 对吧 所以我觉得它做一个 分发工具 非常方便 所以我用了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用了一个面板 来去管 管这些机器 但是 在 就是给大家一个意思 好 那首先切到这个 切到这个Stack 好 Stack的概念是什么 Stack的概念是Docker提出来的 其实就是 说白了就是一个Pow了 类似于一种Pow的概念 就是这种东西 然后里面有Service 就是大家都是业界 对吧 我们就不在这上面 多说话 然后我这上面呢 我发了四个应用 其实我想讲的就是什么应用呢 比如说 点开2048 如果我要在 在这个swarm上 我发个应用呢 点一下这个 2048这个应用 然后再点一下discovery 你发一个应用以后 Docker的swarm 它有一个功能 就是它能做服务发现 什么是服务发现 Docker的服务发现是说 不管你把应用装在哪台机上 你从任何一台机器的 任何一个关口 都能访问到这个服务 这就是它的服务发现 你可以点一下 IPPow的 点任何一台机器 我这个只装在 一台机器上 但是你点任何一个 都能发现这个 它用了一个技术 就是IPVS 在kernel层的 这个是LVS里面的一个技术 很老了 但是这个技术 但是Docker为什么不去做这件事 或者Messus为什么不去做这个事 它认为这个 这个 并不在它的那个scope里面 对吧 它的圣诞圈是一个一层一层组件的 绝不是像这样 就是all in one 我全能做的 但是benefit是什么 作为开发者 或者作为我们 我现在今天跟你说的 就是如果你要去给客 给你的interesting 就是用户或者你的朋友 没有去介绍Messus的技术的时候 用容器的方式来去解决 那它这个Docker的这个cluster 非常方便的 它可以任意的去分发镜像 然后也可以发现 如果没有这个能力 我就没法去演示我的Messus的cluster 对吧 所以好 然后那个 切到这个stack这块 那我们常规上 我们要做一个Messus的cluster 我们会 首先布一个notifer 对吧 我要用dnb的方式打开 把我的那个subline打开一下 然后可以让大家看一下我的那个dnb文件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是我那个 左边菜单的 左边菜单应用程序 supply 那个文的编辑器 不是这个 不是这个 不是左边这个菜单 是我那个系统菜单 Dock 我的Docker neighbor 在最下面吧 算了 我还去还回到幕后吧 打开打开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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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没有什么意思的地方 就是 就是它的这个dnb 它把它抽象化了 就是 它把每一次的东西都是 都是做了一些 用标签的方式来去东西 然后我昨天就现学的 我对dnb这个东西 我也不care了 我就现学的 然后我就 我就 清晰的就把这个zookkeeper 就给它装起来了 什么 你没有做什么东西 当然 当然 因为我熟啊 这是 这是一个base 但是 主要就是 有端口 对吧 然后我这里装了一个 另外一个叫 exitator 主要是做这个 就是 你如果死掉了 你可以把它拉起来 主要做这个动作 因为我容器嘛 里面进去很容易死 像这个zookkeeper 这个java 很容易死 我用servizer 把它拉起来 所以效果是什么 效果就是 到这个 点这个zookkeeper 这个里面 去zookkeeper 就不把发誓的过程 告诉大家了 为什么 因为我怕 待会儿就fuel了 对吧 就没它演示了 然后就告诉大家 跑了一个 在low的一节点 它跑了一个这样一个zook 那好处在这就是 它的running 然后你通过这个控制面板 你是可以看到log的 然后你也可以看到 你可以起早它的特定了 是这样 点一下 你可以看到 这方便在这儿 这个是它提供的能力 所以你可以拿我们这工具 可以去给你的玩家玩一玩 非常好用 然后 这个zookkeeper 装完了以后 我们再开始装 到 点一下 这样吧 我还是到后面 我来讲 我看它比较方便一点 因为我的机器 当然minecraft也比较快 但是如果是在物理机上 它会非常快 这是高块氢量级的特点在这儿 为什么大部分人都有容器 但是这个容器的位置 如果你没用好 如果你用一个swap kit 去靠你的生产 我可以直接说 我可以负责任人说 现在是不稳定的 但是不代表它未来不好 所以minecraft社区 或者我们中国的爱好者 或者大家 你想用minecraft的话 你应该要告诉更多的人 去用minecraft 对吧 怎么去告诉它 其实大家 最大的问题 第一步就是怎么安装 怎么用 怎么把折腾起来 那我觉得 用一个容器的方式来折腾 或者来去安装 部署messus cluster 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目前最方便的一种方式 而且能把messus cluster的那些feature 动态的特性 那些feature 完整的被展现出来 如果你用单机版 展现出来 你用多机版 又没有一个标准的 一个可复制的环境 你的配置非常复杂 120项 你怎么去做 现在没有关系了 一个DNAB文件 镜像都是现成的 社群里面一大堆镜像 只要有一个DNAB文件 然后用一个控制面板 可视化的就把它固出了 任何人都可以做 就是这样 所以 我们 是希望把这个技术 能够到production 而且我们给客户 我们都是全境下的去做 去部署 但是如果用所有我们来做这个事 目前为止 我们觉得就是在本地开发 YR 是最好的 路还很长 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情况是这样的 那么 如果大家 我们在做这件事的时候 我们对Marsom的一些特性 我们觉得不太好 我们想趁这个时候 给大家演示一下 除了我部署一个Marsom的class 之外 我们 树人 Ederman 我们在 调部器方面 做的一个 开源的组件 SWAM这个组件 它是怎么 能够做到一些 Marsom做不到的一些feature 而且我们觉得非常好的一个组件 我让我们同事给大家演示一下 作为 给大家的 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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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浅证 画一下 今天就是 方便大家展示一下 我们的一些新东西 这是我们用Marsom 用了很多年 积累下的一些想法 就是 大家要知道 就是Marsom上面 你的很多东西都没有 然后它上面的应用 它的那个ID 是永远是变的 你要删了 下回它新了 新创建以后 它还是 永远是变的 因为 你可以scale 对吧 scale以后 它所有的都是不同的ID 那这些ID如果能统一就好了 这是我们想的一件事 对吧 它的编排 能够 就是稳定的被 被 被 这个就是 起起来 第二件事就是 ID稳定了 但是我杀掉了一个 你还把原来这个给我拉起来 而不是 而不是说 给我换了一个 另外一个名字 就是序列导 所以我觉得这个 这个是特性 我觉得是可以 给大家演示的 今天的网络条件 就是 因为是WiFi的 所以 同事应该是经常错误 好吧 交给你 让他给你 解释一下 你就演示一下 你就演示一下 对吧 然后 他 就是一个 无状态的 二性质的一个应用 它里面包含了 N多个 API 可以被你调用 这样你很方便就可以 起起来 然后他用一个命令 跟Marsson是一样的体验 就是可以起 十个 这个应用 这个应用 有什么区别 有什么特点 这个特点 大家会看到 就是 每一个Name 那个名字那块 那个序列号 它是有编号的 这个编号 是不是就是 杀以后 它写的那个编号 应该是不变的 对吧 你杀的是哪个编号 对 你杀的是哪个编号 对 没事 去那边杀了 杀的是5 杀的是5 大家会看到 最顶上面 它这个编号 就起来了 它不会 随意的生成IED 它是有序列的 为什么我们要做这件事 因为 其实生产环境中 Marsson的主件 Marsson坑非常稳定 但是它的整个生态圈 是需要活氧化的 而不仅仅是Marsson 一家 还去做这个事 但是Marsson 就跟SwarmKid一样 做一个教学的 我觉得 OK 对吧 但是 我们仍然要尖锐地说出来 就是Marsson 我们认为 它的feature 它太慢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也带有攻击性 但是我当然也希望 Marsson 因为我们用了 Marsson 我们是忠实的Marsson 用过 也用了很长很长时间 所以我们 alternative 就是说 你能看到另外一个 Firmwork 就是我们推出的一个 新的一个Firmwork 就是我们推出的一个 用GoLang写的这个Firmwork 然后它是 可以做到你想做的这个事情 尤其在中国 这么多的GoLang开发者 我希望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这个开源的项目 我们一起做一个更好的这样一个Firmwork 然后我们来去做我们这个事 这个就是我今天 稍微我节目 这就是我今天说的这些东西 我谢谢大家 好吧 谢谢大家 谢谢 现在有点提问 大家就是踊跃提问 我先请问一下 您刚才说 把它杀掉的时候 它会起到同一个名字 对吧 就是我想请问一下 您觉得 就是当初说 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觉得这样做 就是说 这样做 原来那样有什么好处吗 能够更加 这个好处是非常明显的 因为 如果你在生产环境中 你的应用是要做被监控的 你的日志是要被回归的 每一个APP 它其实可能 它分布式系统 它可能撒在不同的机器上 那你唯一能 能以它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唯一ID 这个唯一ID 我们用的就是Task ID 所以我们参考了Google的那个例子 我们Google的那个 这个 它的Infrastructure里面 它对于每一个Task 对于应用管理这块 它需要一个标签 需要一个唯一 运动ID 这个唯一ID 是有规则的 就是有序列号 你看 大家会看到 就是 它的 就是 它有一个序列号 然后 这个序列号 代表的是它的编号 然后 ngx代表是这个应用名字 这个default 可能代表的是它 这个cluster的名字 后面可能是它DC 数据中心的这个名字 全部都能唯一实验 而不是像以前一样 就是 是 是 一个 一串 一串 柱子 而且是变的 它变的 目的就是想 想让它被区别 但是对于监控 对报警来说 基本上能用 就是这样 就是 如果说原来那个 假如原来那个 APP 它被杀掉了 可能是由于某种错误造成的 就是 如果你这边 不改的话 它可能 想 就是那个调部器想再起它的时候 可能就会 因为同样的错误它永远都起不来了 这样 有可能吗 就是如果说它改一个名字的话 它也许 这个杀掉之后 它就到另外一个基地上 可以把它再起起来 仍然可以保持伤 比如说 我就想请问一下 有没有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会导致它 杀掉之后 永远就才起不来的那个问题 就不一定会 没有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就是说 我觉得 它原来这个 名字变动的话 反而会有一些好处 就可能会 避免这种情况 如果你名字不变的话 会不会 反而会炒成这样的问题 导致 就先入一个不行的气氛 你愿意起来的 这个名字是给你看的 对不对 它有没有导致你的容器起不来 它会导致你的容器起不来吗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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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回答你 就是不管什么原因 跟名字没有关系 所以 我用这个名字 目的就是 如果你出了问题 我通过这个 唯一ID 我就能定位到 就是你这个应用付出的问题 原来是做不到的 现在能做的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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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个分布式系统嘛 还有吗 只有三个 好吧 你好 你好 就是刚刚你讲 那个 sum swarm kit 然后起 那个 mises cluster 你是用容器来起的 我就想问一下 在生产管理中 你也是用容器这种方式来跑这种机群的吗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是用容器来跑的话 你会踩一次 就是说又踩了那些坑 能给大家介绍一下吗 这个坑其实已经被Mesos社区修完了 所以请你放心的使用unify contender 但是至于这个unify contender 我是用Docker的方式是deliver的 Docker image的方式是deliver的 但我并不是用Docker 我用的是image 是contender image 就是这样 所以我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用最新的技术 最可靠的技术 来连体提供服务 是这样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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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还有 你好 我想问一下那个ID的话 可以传到容器里面吗 可以打来网 只能通过这种网 你可以传环境变量 什么都可以 我的意思就是它自动传 不用往外面出设计 就像Mesos里面 它起一个Tutsk的话 它会自动复译 比如说Port Post 都不可以 一切结论 因为是开源的 OK 就现在还没有转 OK 多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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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